你好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2020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即将于10月份登场 这次也从52个国家238位的石雕家中 争选了24件的户外创作营的初选作品 7月24号起在石雕博物馆进行展出 县长徐真卫是表示 25年来的努力让花莲的石雕在国际上发光 累积了上百件的作品也将巡回到各地 让全国都能看见花莲的石雕创作能量 2020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今年10月份即将登场 7月24号首先开场的是户外创作营石雕模型展 县长徐真卫特别到场参加 他表示除了三年一次的大型石雕艺术季活动 县政府也不间断的在培育石雕人才 以及推展石雕艺术 未来更要把力气的石雕艺术季作品带去巡回展出 让全国都看见花莲的石雕创作能量 是不是可以把我们以前的老东西 把以前的作品174项的作品 是不是能让他再出来晒晒太阳 到全国去走一走 其实跟我们理事长报告 我们有这个想法 我们有这个想法 就是让他能够到各地去走一走 让我们国际石雕的能量 能够让全国看到 尤其是今年游戏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正会跟我们局长说 一定要克服我们的国外的选手 能够进到花莲来 进到花莲来 其实无论是14天的隔离 其实花莲县政府 我们都可以来协助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尊重得奖者 来到花莲创作 以及难得跟我们在地来做交流 所以在这里真的 二十几年真的要谢谢 每一个石雕家都是花莲的靠山 而花莲县政府更希望 我们大家一起走出去 2020花莲国际石雕艺术季户外创作营的 针建作业 总共有52个国家 238位的石雕家来报名 初选有8个国家 24件作品通过 而这24件精美的模型石雕作品 即日取在石雕博物馆展出 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提早一睹石雕艺术季户外创作营作品的风采 借路会欢迎视报道